一份高质量一案提案是怎么出炉的 要写一份一案提案得下多少功夫啊 在今年的两会代表委员中 党媒秦穆在前方见到了不少新面孔 但别看他们第一次参会 跟记者一聊到各自的一案提案 那就会两眼放光 侃侃而谈 能聊得开就说明肚子里有祸 党媒曾采访一位关注科技创新的新委员 半小时的采访时间那真是挤出来了 几句哈宣后新委员就直入主题 半小时内满满当当的都在讲他的提案内容 采访结束后呢 这位委员怕没说清楚 还特地给导媒发来了一份 2.3万次图文并报的补充材料 说这是他前期调研的成果 您看一份一案提案背后 可全是扎实的调研功夫 为了准备好一案提案 代表委员每年都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 到基层调研 他们有的呢走村户坐看头 跟村民唠车就唠出了好建议 有的呀上田间地头 下车间工厂 拿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手献包 还有的呢随身携带问卷二维码 就为了抽空就能搞调研 小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大到党和国家的改革发展 都可以成为他们一案提案的主题 有位代表说的好 只有走进工厂 田野 学校医院 立足专业领域 认真分析思考 才能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 发现真问题 拿出切实可行的好建议 要倒霉说 把一案提案写在中国大地上 就是代表委员们 吕好职的底气所在 除了这些呢 新一届代表委员们参会前 还做了不少功课 拿政协委员来说 会前 他们要参加 住各省区市 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 新委员呢 向老委员请教了不少履职经验 两会开始前 新委员呢 还得提前到北京 参加为期三天的集中培训 因为新委员向倒霉透露 培训内容呢 既有政策理论知识 又有履职经验 特别有用 对代表委员来说啊 无论是撰写 议案提案 还是集中组织培训 都是为了更好的履职尽责 中国这么大 不同人呢 会有不同诉求 对同一件事 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但重要的啊 是通过沟通协商 凝聚共识 凝聚智慧 凝聚力量 全国两会 就是一个沟通交流 解决问题的重要平台 说到底啊 民主 不是装饰品 不能当摆上 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 这是两会的责任 也是两会的目标 两会观察 就看人民日报侠客岛 我们下期再聊 拜拜